原來細紙周圍社區對面就是某大醫院 醫院這側因煙害防治法 牆上到處都有公告說全面禁煙 違者罰一萬 民眾怕被罰又耐不住 過條馬路到對面繼續抽 不想破壞關係 但居民真的也已經走投無路 樹上拉起紅布條 說本社區不是醫院後花園 嚴禁醫院病患進入社區 旁邊還有力排硬者 為了維護住戶健康 酌病服沉淪椅掉點滴者請勿進入 民眾到對面社區抽煙 院方只能宣導煤牆之力 加上並不是所有抽煙的 都是醫院病友院方不好當面說 於是社區土法煉鋼拉布條 但這恐怕也只能防軍資 這些大樓相鄰的棋樓是屬於公共空間 是可以供全民來做使用的 社區大樓沒有辦法依照自己的規範 來禁止其他人進入或是使用 社區沿街步道雖屬社區管委會負責 但人屬開放空間 只能請吸煙民眾自重 別因為貪圖方便 破壞鄰居關係 TVBS新聞花資政府 同仙童新北市報導 網上看新聞請下載TVBS 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 請下載TVBS 請下載TVBS